黑衣黑帽戴着口罩眼镜 凌晨三点多出现在夜店门口 女神郭雪芙和朋友在外面等车 不过身旁这位穿新兴上衣的男子好眼熟 仔细一看他就是前Energy团员 也是同剧组的演员小刚唐正刚 一群人上车来到小刚朋友店喝咖啡 郭雪芙尽管疲惫却舍不得走 隔没几天两人又相约到内湖看电影 还各自找烟雾带掩护 之后小刚更贴心送女神回家 难不成两人正在酝酿扶钢链吗 先前才被周刊拍到 郭雪芙和行业小开若宇约会交往 对方还是青路集团接班人 但因为男方家人反对 两个人三个月前分手 同剧组的小刚自然是进水楼台 我恐怕真的不行 我 凯特 爱丽特 事实上偶像剧中两人没什么对手戏 为了制造相处机会 小刚就算没戏也会到现场等他拍完 送他回家 这人先前郭雪芙被爆料是贾甜心 情绪陷入低潮 小刚也做了爱心减肥便当 让女神感动不已 甚至用微博传情利用剧中台词说 成就一段美好的爱情需要许多勇气 而你有勇气吗 似乎是再向女神喊话 福刚恋究竟有没有谱 双方经纪人口径一致 全以好朋友带过 就怕有机会萌芽的恋情 就此见光死 东森新闻 沈锦阳装胜利在台北报导